另外 关病疫情持续 新中两国之间的航班数量目前锐减 是的 那么为了在特殊时期继续维持与乘客的良好关系 新加坡航空公司首次离开新加坡 在北京举办云端用餐体验 为当地的韬客带来地道的美食 让他们无需搭飞机 就能在330米的高空一品南洋风味 鲜香的沙爹 浓郁的椰浆饭 以及让人垂涎三尺的拉萨 中国民众无需乘搭长途飞机 就能在北京国贸大酒店79层的高空 品尝热腾腾的新加坡美食 以及新航引以为傲的优质服务 今年我们真的只能在国内旅游 然后也有好多航空公司 享受这种服务也享受不到了 所以也可以通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更加的静下来去了解 这个新加坡的美食 新加坡航空 新航原本每周有将近200航班 往返中国多个城市 但受疫情影响 多数航班停飞 目前只剩8趟前往中国的航班 在这段时间我们想出了一些方案 希望能够跟我们中国的客人 有持续的互动 住在国内的新加坡人 有机会到这里也回想一下家的感觉 如果活动成功 新航也将考虑在中国更多城市举办类似体验 让更多民众在疫情期间 仍能感受到温暖的南洋之景